哈喽各位书迷朋友们,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虫老河,拿好手机跟着老河一起盘一盘吧! 在豆罗大陆中,先天满魂力的天才,未来的成就都不低,唐三最终成为海神,修罗神双神共存,千人雪虽然说后来被打落凡城,但好歹呢也是成为过神旨的人,奥斯卡更是被神明找上门来,可同为先天满魂力,古豆罗古荣却输给了天赋比自己差的见豆罗成心。 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古荣先天满魂力,为何没有超过成心? 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宁荣若,事情还要从天度兵变说起,兵变后唐三等人便见识到了千道流的强大,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,他们准备重走当年千道流和唐城的成神路。 听起来可能觉得很霸气,但是这一路可并不简单,海神岛可是连五魂殿都有些畏惧的存在,自然不可能没有危险,古荣自然要为宁荣若找个获生法宝, 他和陈欣决定锻造九彩琉璃灯,这件质宝在锻造过程中会消耗人的生命力和精神力。 见豆罗陈欣一入巅峰境不会有什么事情,但古豆罗古荣会受到影响就大了,宁丰志还特意强调过,一旦出现什么差错,必定会影响他们到后来的修为的精进。 古荣为了宁荣中炼制九彩琉璃灯,消耗了太多的生命力以及精神力,若非如此,古荣的成长空间还是很大的,只不过是他自己做出来选择罢了。 以上便是古荣虽然是先天满魂力,但是却不如陈欣的原因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,欢迎小伙伴在评论区留言,更多精彩内容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